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其实很悲哀 就以亮亮和励君 有很多人知道这两个人 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两个有做直播 就是说在网上高 在郑州 这个地方他们有多少知名度 但是他们两个辛辛苦苦 存了一些钱 他就买了融创的一个单位 结果买了单位之后 两年没有动静 不施工 他们顶不住 因为始终都好了 两夫妻在乡下走来 找食存了的钱 打算买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结果烂尾收场 他们去追讨赔偿 甚至逼问交楼的时候 他们习惯做网上的 一定开个手机去拍 结果他们去拍的时候 所有的人员继续在买楼 甚至避开他们 即是楼继续买 摆明就烂尾了 但是依然继续 那他气不过 接着在网上说 辛苦的订金 希望退回 但是结果做不到 他们甚至要求有关部门 去调查 去帮他们维权 结果他网上发出声音 公安打个招呼 他马上这样 将他们这些片全部删除 甚至跟他打个招呼 就是说公安会处理 当然不了了之 其实就是一个维稳手段 结果这件事越发烤越大 他们的账户都要被删除 甚至他们愿意说 哎呀 算了算了 我不要了 这样 但是 搵食的依然是要拍短片 结果短片全线下架 就是说连给你发声 你投降都不行 结果两个人没办法 而最重要的就是 他太太黎君 他本身找开五六千元个月 但是因为也是房地产公司里做 直接这样跌到三千元 他们觉得没办法再在郑州维生 他们拍了条短片 接着放上网 就是说他们告别郑州 离开 就是一对夫妇 很年轻 以郑州为家 结果房地产的问题 公安直接这样将你们摧毁 甚至将你们监视删贴封号 这种维稳手段 令到他们受不住 即是好像蛋炒饭一样 你不让我围攻我 结果我就一生不做蛋炒饭 他们两个立定志向离开 突然间 他们的账户又再封号 又再开饭 接着他们两个笑着这样 决定不走了 他们之前说永久离开郑州 今时今日又说不走了 甚至个老婆 回到她的公司那里辞工 哎不做了 既然不做那怎么办 他们说他们主动创业 留在郑州发光发热 这个就是中国韭菜的命运 他们天天都在那里歌功众德 中国共产党如何如何 但是一对利益面前 他们什么都不是 接着他们就会被打击 当打击的时候 这样当舆论站在你那边 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人 最重要的就是创业 民营企业 结果我相信就是有关部门捉住他们谈 你们两个不要走 如果不是的话 舆论会发烤 更加影响问题 不如这样吧 你给了一个订金 给你不特止 更重要的就是给各种的优惠来 叫你在郑州创业 这样也都变成了一个典型 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你看一下 他表面上就被打压 没有的 实际上郑州政府多看出人民 至于所谓的欠了 就是烂尾楼欠了订 没有拿回的话 我相信很快就会补回 就是说给你 这个就是新中国 而更重要的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励志故事 告诉所有的韭菜听 没有东西做不要紧的 你看一下 丽丽和梁军 他们两个马上又找回东西做 甚至创业 当然在这里必然要歌颂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而这两个人 拍一条短片的时候 那个样子是笑了 欢天喜地 这种就是小粉红 这种就是韭菜的命运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当你被收割的时候 只不过刚好你发得出声音 而中国是希望 将现在的中国的怒气 的怨气压下来 所以将你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示范 就是说人生满希望 但是你很快 很快你创业完之后 他们对你的援助之后 这件事的典型 就是说这个广告效应开始跌下来的时候 当再遇到问题的时候 韭菜始终都是韭菜 小粉红的命运 永远都是重复又重复 这个就是悲哀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悲哀 代表安丁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